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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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一劳动节这天 两大工会与冯家丽合作 除了举办庆祝大会外 同时也庆祝两大工会 终于在台中找到了稳定的居所 邀请许多重量级长官与会 与劳工朋友们一同欢度佳节 我希望他们提供的是 劳健保上面的服务 因为有时候劳保 可能就是很多不懂 所以他们可以提供 劳健保方面的服务 那有时候车祸里培 他们有专业的人员 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资讯 庆祝五一劳动节 因为有过去的基础 所以我们才能够敢办 到最后还是很圆满的结束 所以要感谢所有我们的会员 劳工谢谢他们 更感谢我们这里的里长 来到协助我们办了这些大事 还有他带了一些志工 来帮我们的忙 在两大工会与冯家里办公室的 动员之下 本次的劳动节庆祝活动 现场除了有许多表演之外 也举办豪里莫彩 更在中午时间 请到总铺师为大家准备午餐 让大家度过难忘的佳节时光 服务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 一定要加入这个劳健保 对他们本身才有一点保障 尤其我们这个里坚士 还有这个会员代表 大家的服务也都是很热心很清晴 所以在此呼吁 也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 一定要加入这个工会 办理这个劳健保这样 加入劳健保是照顾劳工 所以我们希望劳工能够来挺工会 就是让工会你都来加入我们的劳健保 所以我们希望他来加入我们的存会员 然后我们才能够 因为你过去劳工的付出 我们现在工会来照顾你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宴景是这样 伴随着劳动节活动的圆满落幕 两大工会也即将在新家继续他们的使命 努力为劳工朋友服务 争取劳工应有的权利与保障 让每一个劳工都能够安心的 为社会与家庭付出与努力 五一劳动节快乐